這份藍圖,我想我初步的評價就是覺得,如果好聽的話就是叫做無實,但是另一個角度去看,的確是比較保守的。 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之前政府出了一份藍圖的顧問研究,現在就是出這一個藍圖,大家都見到其實在份量上相差很遠,藍圖就似乎是很簡單的。 這一個當時的顧問研究,即是在今年6月底出來的顧問研究,反而就是其實內容是非常之更加相對來說是比較豐富的。 我們都是歡迎這個智慧城市藍圖的,我們認為如果智慧城市藍圖裏面所有的智慧城市的項目都可以落實的話,都是一個得證來的。 而如果要落實的話,關鍵就是由特首去統籌和去率領政府各部門一起去做。 我最擔心的其實就是一路推動智慧城市,過去這幾年都遇到最大的障礙,都是各個政府部門的跨部門的合作。 要落實每一個智慧城市的項目其實都不容易,因為都會是跨部門的。 亦都需要政府部門本身負責的官員、團隊,都要在思維上有創新和突破,這方面其實是最艱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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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